我實在太佩服自己了 你看用這麼便宜的磚子 這樣弄起來 是不是看起來很貴 不是 看起來很貴吧 貴是沒有錯 問題是說 你貼那麼小片 因為貼那麼多對不對 對 縫太多 現在都三十六十個 不想跟人家一樣啊 我覺得我們這次的瓷磚啊 就是也是讓我超彤彤 我公瓷磚大概就小了一個月 那是因為我們現在預算不足 因為你知道整修老屋啊 真的是花超多錢 所以我們重點是要放在基礎工程 要先做很像水啊 墊的 看不到的東西 反而是要花最多錢 所以我們到最後 到貼磚這個時候 我都盡量找就是 一瓶是兩千塊以下的瓷磚 然後就請那個女座師傅 他配合的就是瓷磚業務來 然後他提到這個 預算的時候也是覺得很緊張 然後可是 我還是在有限預算裡面找出 我覺得適合然後有質感 然後配起來好看 其實最主要就是要我們搭配 因為我們的價格不高 所以我們就要 讓他看起來很高級 然後我就找到這一款 這一款呢 他其實是國產的喔 然後為什麼會選這一塊 除了他是雪白櫻瓷之外 這個尺寸啊 很少國產磚會做 然後看起來就像是進口磚 可是他一瓶只要兩千塊以下 所以 所以我立刻選了這一塊 因為看起來就是很便宜 可是看起來很高級 我有搭配 我下面都有滾一圈 就是 呃 師傅已經來切好了 同款的瓷磚 一樣大小然後對切 我就當下面的梯桿 就是讓他看起來又更高級了 因為感覺好像歐式的廁所 Airbnb那種歐洲國家的廁所才會有這種滾邊 然後我就用這樣做 所以一樣是兩千塊以下一瓶的東西 然後去做一些變化 然後我這次的做法就是 呃 我主臥的浴室的部分啊 我只有貼半腰 就是洗手臺的部分 雙洗手臺的部分 只貼半腰的磚 上面會是那個河光 或是之後上門的漆 這邊啊是時髦跟閃亮的瓦層 然後我把最貴的磚都留在這裡 你看我們自己用最貴的 可是我也是用搭配 因為我們預算不足 我是以鐵道磚為主 地板是花磚 那通常現在很流行花磚是那種 混貼的花磚 其實我沒有辦法接受 我不是很喜歡那種花紋 所以我選的花磚就是那種 比較復古是一致性的花磚 我沒有辦法接受亂門的 因為我覺得那個超軟 沒辦法接受 然後我就選了一些就是 鐵道磚像這個 看起來什麼顏色呢 白色的 其實它是很淡很淡的灰色 它是一個灰色系 這個是我的花磚 然後它就是 從頭到尾都是同一個花色 不是那種亂門貼 它搭起來就會是一朵花 我喜歡那種像地毯的方式 這樣搭配起來這樣子 然後我就是用這種 便宜磚再配貴一點的花磚 然後去想一些比較不一樣的搭配 就是用便宜的價格 創造出它的價值感 那其實就是這樣 也是師傅會罵你的做法 就是這一面橋是很自貼的 一路貼過來 然後轉過來這邊是水區了 水區就是很貼 而且我不是膠丁貼喔 我是對縫的紙貼 然後這個時候你要算說 你的浴缸的大小 然後人造石門檻是多少 然後才能去算說 乾區跟失區的區分 就是沒有設計師的缺點 你就一直很騷嘛 到了乾區呢 又變成紙貼 也是對縫的紙貼 會被那個慈丹師傅罵的那種貼法 可是你到時候弄出來 就是雖然是你只有一塊磚 可是你有不同的貼法 然後你的縫的顏色選擇不一樣的話 其實是會有蠻有特色的 基本上這個廁所就是這樣子的配方 就是我都是以紅色系去搭配 然後我的地板會零格貼 第一個我喜歡零格貼法 第二個是因為我這邊是人字貼 這邊是橫貼 這邊是直貼 那通常會遇到一個問題 是對縫的問題 所以我選的是2025的磚子 跟牆壁是對得上的 可是你又有橫貼 又有直貼 又有人字貼 這個時候就會有對不到縫的問題 所以你索性零貼 就沒有任何對縫的問題 所以就可以解決 你不同貼法 然後地板怎麼收入 這樣子 地板的話 我就選了最便宜最便宜的八角磚 就是他還沒有拆啦 就是最經典那種白色 白底然後會有一個方格在上面的那種 就是復古磚 天下 誰 Start 我 autom重視 我把我們 Pedir 我們記 forts穿成這樣 외邊